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科技集積網台版 那又到大家最期待的一個環節 科技測試鹿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精能量呢? 就是科技怪事鹿 科技怪事鹿打字是想用的 我是說而已 總之不是文字檔的東西 我是打出7字的 我影片裡面也寫了7字的 但下面再打出一個怪事 就是Google吵架你的時候 說什麼 我是說怪事 難道真的嗎 第一單回來 就是剛才我們說Microsoft的Windows 7 第一單都繼續說這間公司 不如不要讓它斷開 上次很不幸地被他逃過一劫 終於斷籃 斷了籃 這次不要緊 打孖上 還有兩單都竟然很厲害 你是否肯定是不要緊 我們節目來說不要緊 上集斷籃不要緊 是我們上集斷籃不要緊 因為他今集回來變得更強更進 對 就是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是為了更多的combo 到底這個科技格搞什麼 那第一單先吧 Microsoft呢 雖然對我們節目來說 都不是什麼緊要 它斷籃 但是對它的客戶來說 就非常緊要 嗯 因為呢 最近呢 Microsoft呢 意外地 洩漏了它們 一個支援用的 Database 那個Database 就是你 有跟Microsoft 客服有溝通過的資料 都外洩了 嗯 裡面呢 總共有2.5億 一條的客戶對話紀錄呢 就外洩 嗯 小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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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億 小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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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橫跨 2005年到2019年12月 長達14年 都未夠15年 小事啦 哈哈哈哈 真的小事 那就好啦 證明Microsoft 將你14年以來 跟他們的溝通 都 始終如一 對啦 保持一下 保持初心 嗯 好嘗 喂 不行 講完之後自己的過不出自己的關 十四年 你OK 你OK嗎 我不是很可以 14年橫跨了有沒有3個OS 0.5年到XP 對 應該是Vista 7 XP Vista 3 8 對呀 15個 對呀 我真的忘記了Window A 對呀 做8.1個分鐘 在旁邊 通常呢 你會問客服的東西 你不是個人用戶 哦 商業用戶 過人用戶 過人用戶 那邊上網搞定 哇 商業用戶 沒有東西的 阿森叔 我覺得沒事 是吧 商業事 你這麼多年前 你把你和女朋友 十四年前的前面恩愛的訊息給別人看 都沒有所謂 一個一個人是這麼久 不要這麼執著 商業事 沒事 十幾年的商業計劃都過了 最舊是十幾年而已 最近都有 去到2019年12月 最近有 哈哈 哈哈 沒事 哈哈 你這個沒事的沒有字 是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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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用怕得那麼緊要 因為如果你相信Microsoft的話 他 這個前提要相信Microsoft 你要相信Microsoft的話 他就說 所有的資料都有加密 哦 相信Microsoft加密 對呀 還有他說 這個洩露了的資料 就沒有包含客戶的個人資料 不過呢 就有一個email在 啊 相信他怎麼看 他 他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很矛盾 如果我相信你的加密的話 就是我相信你的保安的話 你就不應該會想到出去 哈哈 哈哈 好像有點矛盾 哈哈 哈哈 他根本是有點問題 哈哈 我又怎麼相信你的加密呢 啊 你可以相信他的 不過你會信錯他 對呀 好像有些問題 那就是 現在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你用了Microsoft 就預算了 沒有辦法 那這件事就差不多 那就是 講Microsoft 怎麼可以不講他的更新呢 這些是他的重頭戲 每月 每月幾場 每集之星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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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這次也沒有例外 他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更新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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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一個我剛才上面沒有說的 就是他用Chrome去做的那個Edge 其實正式推出了 對呀 那這單是正常的東西 即是可以用的那個 我的單來用是正常的 沒什麼問題的 OK 那些東西都是 對呀 不過呢 即是提到Edge 就不可以不提他的老祖宗 嗯 Internet Explorer 嘩 不是沒有了嗎 雖然呢 Default就不是用它 但是其實呢 都還有在裡面的 你是可以按它出來用的 對呀 還有呢 Microsoft也沒有放棄它們 也有給它更新的 哇 很好啊 心明大致 為什麼放在這裡呢 對呀 為什麼會放在這個位置呢 那就很神奇了 原因就是 Microsoft最近 就幫IE 就下了一次update patch 嗯嗯嗯 update完之後呢 就 那些用家呢 就在Reddit 和在他官方的科學網上 report 就update完 奶了東西 奶了什麼呢 就說呢 原來他 裝了那個 IE的bug fix之後呢 會影響到一個叫 Jscript.dll的 那這樣東西是有什麼用的呢 Jscript 就是 大家 會用到的printer 那 那些人的反應是什麼呢 你裝了這個update之後呢 沒錯 你 IE的bug呢 是會fix了的 但是呢 你的電腦是不能錄到東西的 不是IE不能錄到東西 是機器不能錄到東西 是機器不能錄到東西 尤其是HP的printer 我想說呢 有不少公司機都是用Windows的系統 亦都在用這個IE的 不如不要說不少機 就算你不用IE 你裝了一個update 你也會懶惰做事 公司機是好頂賊多用Windows 還要你不用IE 你裝完那個bug fix 都會影響到p不到東西 嗯 嗯 有沒有可以繞啊 我沒有打算幫他繞 哈哈哈哈 幹嘛要繞啊 看來你剛才繞開 環保點 噢 二套 初力不要編 是啊 他有個slapping tools 是不是Captal就算了 Captal Captal再E-mail 傳給客戶就可以了 環保點不用編出來 那簽的就二套 初力簽 當然 當然啦 即是你不會用到的IE 這個漏洞就對你沒有影響 不會用到的嗎 都正常的 你現在用Edge 你有沒有計算一次用IE 什麼時候呢 都好像真的沒有 不是 現在你 Windows 10那裡 Default是用Edge 不想會用IE 現在Default是Edge 是的 即是說你不會用到的IE 這個漏洞對一般人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你去調整了這個漏洞 但是呢 你自動update的時候 你會update了 然後你整部相機就不能編出來的了 那 即是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有創意 可能有創意 我覺得他 這件事呢 Microsoft也確認了這個問題 哈哈 這樣呢 到你不認了 到你不認了嗎 即是確認了這個IE的漏洞 就令到你的漏洞不能用 認錯了 認錯了 那就說會在2月的時候呢 我們會派一些update過來 給你的 那現在 還有整個星期 那就是 手抄著先 練一下手指 林力年給大家放下 姐姐 你不要跟我說鬼佬沒有六力年 鬼佬是跟中國人做生意的 是的 中國人之中是人不做 那你就不用 沒什麼做了 是是是 你的鬼佬不放六力年 就是不尊重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玉華 撩你了好不好 喂 大哥 大陸不要聖誕家放的 你們的鬼佬要放聖誕家放的 你們兩個懶 哦 那絕對教會怎麼算 龍力年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 你不要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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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是繞到 你以為是收貨 哈哈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認不出 他當你生意的 你很難 你繞吧 我不是繞 我當然是容易 哈哈 我還反應 你一繞這個point 你就輸了 哈哈 那下個point就是 那point就是中國自尊而白 原來親手繞這麼久 就是為了 啊 是 是 沒有錯啦 這樣呢 就一講自主研發呢 大家的心都先打底 對不對 那又 這件事都過了兩個星期的了 那就是 一個叫做 中國自主研發的編程語言 木蘭 哦 喂 為了 近來就會上的電影 阿撐景飛 是啊 喂 整個這樣的語言 真是 真的表現到中國文化心 心獨 好好好 是啊 即連那些老美酒狗 都要跟我們 去做 是不是 可能那個語言和木蘭 像一樣 這麼有文化意識呢 其實會不會 他看完Vick & Morty 才會識木蘭張 哈哈 喂 不是 中國自主研發 怎麼會看這些老美酒狗 這些 荼毒有我們心靈的毒 很紅 大哥 哈哈 嗯 嗯 那先說一件事 先不要說一件事 這樣呢 就是 一個中國科學院 計算技術研究所 這個名字 好像那些博彩應用 哈哈 哈哈 不要說 是這樣的啦 大陸是這樣的名字 那它裡面有個計算機體系 結構國家重點的實驗室 罰你高速急口令再說一次 計算機體系 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 哈哈 你簡單來說 這個實驗室會不會釋出武漢肺炎 應該沒有關係 可能會幫你計算這個六合彩 機率 計算波式 不知道 這個實驗室 早一陣子就宣佈了他們 自主研發了一套的編程語言 即是那些program script 即是program language 就叫木蘭的 哇 完全是自主研發 那 然後呢 就被人踢爆了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這次抄哪一個 Tython 我都問是不是抄別人 我都問他抄哪一個 對 這樣好像更簡單 哈哈 那它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他們設計這種language 就是要面向智能的脈聯應用 即是好像那個熊夢 很厲害 即是抄英雄的熊夢 對 那它就說 智力打造 好像智能脈聯年代的私家家 嘩 好厲害 說到自己 但是那些人實際用過之後 發現 為何裡面用了一些銜數 用了一些對話框 一些icon 全部這麼熟口面的 全部跟python是一樣的 即是用了 即是發覺我不是變成神童 無師自通 我還沒學過 也懂得用 不是 它整個計劃的代號畫給你們聽 木蘭最出名的是什麼 代父從軍 它現在就是代替派 即是偽裝 即是代替派 哈哈 你代替這個服務 整個產品的計劃代號畫給你們聽 哈哈 我覺得它這次鬥得好 喂 那一刻真的不行 這天真的騙你 哈哈 它告訴你 哈哈 有計劃名告訴你 我是罵的 終於屌你老婆 全靠我就是BANG了阿新叔那樣 阿新叔激發了前文出來 哈哈 你這次鬥得真是 那個Huntime在2022年雜誌 打得最漂亮的東西 哈哈 啊你很噁心 這個給你一個 這個真的給你10分 厲害啊 10分 被人踢爆完之後 就要出來 來補飛回應 這樣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出來 那個負責人 阿劉女 就出來回應 這個事件 就說 不好意思 吹大了 哈哈 他不是這樣說 他就說 表示自己誇大宣傳行為 道歉 即是吹大了 這麼老實 為什麼 很少見國人這麼老實 他就說 其實我們這個語言 就是用在中小學的教育 那個物聯計劃 就是在計劃當中 即是計劃 我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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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想 我的計劃 在我的腦裡 我的計劃 我的計劃 就是計劃 他不是直接指出 他們在教中小學生 說謊 哈哈哈 教他什麼叫代父從軍 你這個 用這個程式語言 教他中國歷史 不是 中國的故事 阿薩叔 你這個 是假設他 不是已經教了嗎 在我的認知 他一向都教了 怎麼會現在才教 我一向都教了嗎 我不知道 我一向都教了嗎 我一向都教木眼 對 當然有教木眼 對 有沒有教木眼 有 有 有 這樣就說 其實就不是完全抄的 他就說 有自己自主研發的部分 例如ICON 他說 ICON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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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不要拼完 我認識他 我算了 他上面寫了 不論圖示 對話關 還有裡面的銜數 和Python一樣 哦 伸素意思 可能這程式的代表 就是官網的ICON不同 官網的ICON應該不一樣 官網的ICON不一樣 官網的ICON不一樣 下載了下來的一樣 哈哈 你不要亂說 他就說 在8bit的編譯器上面 就是他們自己寫的 但是32bit 真正用得的東西 全部都是Python 但之前接受所有訪問 都說全部完全自主研發 大家聽到自主研發這幾個字 大家都感受到 都是這類的 大家聽不少 這件事就差不多 本來是沒有笑的 新叔的解釋 MVP 簡直是MVP 這東西真的 怎樣 下一單 另一個 上客 Intel 哇 這次又霸氣幣了 即是再創街直 它的CPU之前 不是不斷好 都漏洞的 即是 效能都跌到七八八的 接著現在跟你說 我們又有漏洞了 重申一次 這張桌上面四個人 只有我一個人的 Intel U的PC 不好意思 繼續 Intel就說 之前拿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我們決定就是 增強我們的透明度 即是一有事 我們就會馬上通報 是否很開心 即是即時跟你說 你拿了東西 很開心 我以為是基本 現在你看看 時事通報這件事 都不是很正常的 可以虛報 健康申報 苟田都可以 是的 苟田說是沒有北高 人家很老實 人家很老實 這樣就說 在2020年的一月安全通告上 就跟大家說 我們發現了一些新的漏洞 有六個 那六個 其中有三個 就是我們今次說的重點 來的 往後方便想 不是雙位數 對嗎 但是呢 這次他們所涉及到的漏洞 就是說 可能會導致大家的用戶 個人私隱洩露 這樣就算了 都已經算了 都已經算了 但是呢 影響的範圍 就比較有趣 就是 2012年到現在 所有 含家產 又來了 是所有 2012年開始 即是最新的那一代都吃了 第十代最新剛剛發佈的那些都有 哇 這樣呢 是關於什麼事呢 他就說 這個 要修正的話 又是要犧牲大家的performance 有10% 你猜多少% 大王猜10% 15% 說是全家產嘛 就說五成 你又好像 三成 答案是42% 你和我加起來 最適合 藍哥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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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2% 這次就不是CPU方面的performance 就是IGPU 即是他的onboard display 對呀 他本身onboard display 軟得無論 你還要減一半的performance 咦 即是說如果我的部機 毒顯就沒事了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 你的W 本身是包了 一個graphic card 在裡面 即是情況 跟剛才IE一樣 你不能用它 不代表它不存在 即是都會搞得到我W 有機會的 搞得到我其他performance 大王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今次發現 肯定 因為今次發現到的漏洞 擔心慣了 就在Windows和Linux上面 如果你是 MAT的用家 就暫時沒有影響著 哈哈哈哈 我另外兩部PC 哈哈哈哈 都是在用Intel 哈哈哈哈 是的 用Intel就自求多福 就只可以說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一二年開始 打後就 全家產 這件事都很厲害 哈哈哈哈 上至SEON 下至下 ATOM 全部全家產 嘩 厲害 哈哈哈哈 看著這個List 真是很壯觀 唉 我不懂得接它 是的 它已經出了 這個Buttix 大家如果 對於安全 是非常之有擔心的話 不妨下載最新版 保你屋一家平安 雖然我覺得這些流動都不會遠 暫時都 是的 但是現在正式 就是剛剛說42% 就是一些網站 就拿了那顆i7的4790k 就拿來做Testing 嗯 就是裝Patch前和後 對比就慢了42% 嗯 其他U呢 它就沒有Test 不過呢 這一顆呢 其實當年都是最厲害的那顆U來的 哦 即是你說未Test的意思 有些可能一會吃個五成都不是夢 下載新版 下載新版 好期待下星期會不會又有一些更加厲害的東西 2020 究竟Intel的命運是會怎樣呢 就玩20 20嘛 就20 只剩20% 嗯 差不多了 英特爾 下一個嘗客 接著就說另一個嘗客 哇 這一集真的很豐富 又有All-Star 差不多了 差一個三叔都是All-Star 全部回來了 全部回來了 三叔可能在MWC才再發力 不知道他 首先說第一單 其實嚴格來說 都不算說很差的測試 嗯 但是呢 即是他做了一個Promise 但又做不到 這樣呢 那些人又有點不差 擺到啦 所以要 那就是說 當年2016年的時候 都說到很大的 就是那時候 FBI 就要求Apple 就幫他們解鎖那部iPhone 嗯 那時候呢 Apple就跟他們說 他說我們準備 做那個iCloud的backup 就是要end-to-end的encryption 嗯 就是說我們加密了 連我自己也看不回來 嗯 你不要再逼我了 那時候是說到這樣 那時隔兩年了 Apple 那時候呢 就在研發中 是的 事隔兩年呢 Apple現在跟你說 我們不搞了 為什麼呢 我感覺不太意外 我覺得很正常 很Apple 很正常的Apple 對 還有這件事呢 都不是公司的答案 公司的答案 都是正在做的 哦 那是誰來的 這個答案 這是一些員工 就是前員工出來爆料的 就說 其實他說 我橫觀看公司 我看不到有任何人 在工作這個項目 就是撩住鼻屎 我是正在做的 很快就搞定的 等一下 再多多幾年 啊 在那裡 在那裡 那樣 那就是說 那些iCloud錢 就只會收 做事呢 就不會做的 不要緊 你可以用來 這個WhatsApp的對話 可以Bash相 很厲害 有50GB可以給你Bash相 如果你付了錢的話 不付錢就只有5GB 50GB其實都... 有了 剛剛你說前員工來的 可能那個前員工接觸不到 那些什麼secret project 可能這個是一個 top secret project 這個 怎樣? T人計劃 對啦 Ecryption 哦 就是E-O-Li-A-M-A-M-A-M-A 不要緊 除了之前說 俄羅斯公司 上次說破了全部款 那天的漏洞 我看新聞說 FBI都自己搞定了 就是不用人幫忙 FBI好像自己搞定了 破了那些機器 好像是 用Apple的機器 就不要 就是不要100%相信它 不要100%完全說 unbeatable 不要打算是 你不做的話 被人監控也無所謂 對不對 我照一些邏輯是這樣說 那算了 其實有時候Apple 你說這些機器 都會說 思不思不要緊 Apple的機器 上網 看到片 聽到歌 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聽歌的方面 就看看你拿什麼來聽 如果你真是忠實的用家 那你就一定會買了 他們最新最好 就是最多人買的東西 就是AirPod Pro 記住 你不買Pro那個 你已經變成一個窮傻 一個黑衣版 你不買Pro 怎知道你之前那一對是 降錯那麼差 是嗎 那現在這樣說 現在又變成了 你買Pro 就覺得它的降錯很厲害 音質很厲害了很多 相比於上一代來說 那上一代真的流聲王 那這樣說 軒哥上次試過 就說 其實音質都算是正常常 那 擴充就不夠 可能另外的對手厲害 但也有些事情做到 那跟機器的連動就高一點 那甚至於軒哥上次 我記得 原本說好像不能打一邊 就暫時給回家外聲 你聽 就說原來是 如果那時候的員工就夾不到 就說你之後去試試 其實有 所以操作都可以的 但是現在好像 降噪方面有些事情出了事 話說 這隻AirPod Pro 就出來之後 就有 我沒有記錯 兩次的Firmware更新 按照網上的評價 還有我身邊的朋友的報告 就是說 兩次的Firmware更新 越升 它那個降噪的能力就越低 即是我付錢 付了二千多元 買個Future回來 接著你拿走 但那些粉絲很開心 蛤? 蛤? 為什麼? 擴充耳機不擴充很開心? 原因就是 Apple出來說 它說這些是對大家聽的感覺 要fine tune 得出來的結果 即是它說 降噪降得太厲害的話 大家聽得很不舒服 其實你加回模式 給人開降噪 會降噪或者降噪 降噪不降噪不降噪就行了 很多Firm這樣做 給大家選擇的程度就行了 我記得 我幾年前買一隻Sony降噪有線那些 那隻不是貴的 還欠幾個水貨 那隻都給我選擇 開降噪不開降噪的 人家Apple tune的那個位置 一定是最好的 哦 哦 是嗎? 即是買降噪2K 降噪差了 就更好 那我買降噪2K來做什麼 不如關掉它 不如不要用 你不能用的 你不可以不買 你要買回來 你才夠虔誠 對不對 買回來 買回來 不能開降噪的 那你跟一隻普通的AirPod 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我的價錢 就會比貴了 大家舒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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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哥做那麼多錢 大家舒服一點 玩夠我 因為它有一個耳膠 以前舊的那隻沒有耳膠 為什麼要用這麼貴的 好像餵狗餵給你 就好像給錢買難受 錢不錢買難受 就覺得怎麼這麼貴 我身邊有些朋友 有安裝到那個更新 就叫另一些有買到的 就千萬不要再更新 這個朋友非常好 說了更新的 哭著打給你 不要更新 不要更新 雖然我也有見過一些人 就說很棒 有些人在跟我報告 哇很棒 但是她那個電話打來跟我說 我是聽不到她說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好笑的 最好笑的是 她當時在地鐵 我問了你是不是在搭地鐵 她說怎麼知道 我聽到後面的聲音 大聲比你 哈哈哈哈 我真的聽到後面的聲音 那這些是用來避開老婆的時候 好用的 是吧 無法聽不到 無法聽不到 那聲音很清楚 不知道幹什麼 那不就糟糕了 聽到旁邊的女人聊不著 哈哈哈哈 後面的女人大聲 喂 你快點洗澡 哈哈 那我就說 那我不知道 我沒有你這麼有經驗 哈哈哈哈 這樣都可以做救我 做直播後面有聲音 哈哈哈哈 那時候做直播不是後面有聲音 我是直接自己沒有聲音 是後面有女聲 是後面目 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些聲音是哪裡 我要重新一次 總之是有女聲 什麼是什麼 我們繼續開節目 用家之罪 我們繼續開節目 我們繼續開節目 先說一句 其實更新就是玩糕了 但是女人還可以這麼開心 真的不是這麼多音嗎 厲害 有趣 也挺開心 每次廠給完屎吃 還可以這麼開心 依人生來說很開心 也有些人 找到人生小確幸 在下面的comment section 就說我沒有問題 但官方說有 官方說有我沒有問題 就是沒有問題 你有沒有問題 我問你 你有沒有問題 我沒有問題 我沒有問題 阿哥我告訴你 沒有問題 你就買一步一步 我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我沒有問題 OK 那個人就是巴士阿哥 就是阿哥告訴你 我沒有問題的 OK 賣一隻東西 這個價位 兩千多元 還要搞這樣 真是何苦 再補多一點 我剛才說過 有兩個 Firmware update 其實第一個 他就說 第一個就是 強制落架了 應該是糟糕的 他自己覺得 但是推出第二個 問題是更加嚴重的 厲害 大家留意一下其他公司的產品 如果是降噪有需要的話 你們喜歡那些Apple的聲音 那你自己想一下 不是純粹說噪的 我們那一集都說了其他選擇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其實他出來都是灰蟹蟹 用兩千多元來灰蟹 好像比較貴 不是用兩千多元 是你用兩千多元 幫我買那個GAT回去 即是不是有幾個人打來 跟你說我用了沒問題 然後後面吵歌 後面阿拉斯基聲打下去 你怎麼會有東西燒 嗯 多謝大家 給我一千多元 做個笑話給科技界 真是 何苦呢 那就留意一下其他款式 即如果你對降噪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就不靜止 有這個科技測試 和科技新聞 今天繼續會有電換新聞的環節 有一些新遊戲 一些新消息 都可以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再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第三節 科技集穿網台版再見 lose 不 未來 獒 會 感谢观看